2018年三件很難忘的事情 第一就是求婚 雖然可以說是17年來的 但因為都疊著100年 第二件事就是結婚 第三件事就是有寶寶 2019年的大計就是要順順利利去生寶寶 第二個大計就是要努力去做一個好媽媽 第三就是要用心做一個好老婆 這五年來其實都有很多高低位 在我的事業和生活上 有些事情發生了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所以我也從這件事去學習 但我又覺得當初出道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個很新的人 很多事情是用第一感去做的